學生拜訪教授家師生聚餐 在大學相當普遍 鎮大社工所長王曾勇 把這頓飯設計為課程的一部分 他開設通識課程 同志生命美學 每堂課邀請同志來主講 分享生命歷程 課後歡迎叙花 學生和講者借著同桌吃飯 拉近距離 這天的講者是王曾勇大學時期的 社團學妹 宏光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劉安珍 她因為外貿中性 從小到大時常遭人品頭論足 我阿姨有當著我內衣跟我媽媽說 你為什麼不幫安珍買內衣呢 你沒有兇女生的內衣 這樣被議論被刀念的經驗 相信大多數人都有過 在這一百多人的課堂上 王曾勇要學生學習如何同理同志的人生遭遇 而非先入為主去評斷 指導別人該死活 同志生命美學其實是要來上課的同學 有能力去聽別人的故事 而不是有能力一直講我主張什麼 同學會從同志的生命故事裡面 異性戀的同學也會得到感動跟歧視 王曾勇也是同志 他出櫃的晚 直到30歲才鼓起勇氣向同學坦白性傾向 在這之前他背負著父母對家中獨子成家立業的期待 以及教會排懼同志的壓力 長期陷入自我否定 如今走過黑暗階段 54歲的他選擇透過教育和年輕世代談同志議題 我在想如果我在台大有這樣的課 也許我不會等到30歲才面對自己 我真的是羨慕他們 他們在接納自我上面 很多的孩子是沒有太多的困難 那很多異性戀的孩子也不覺得 這個根本不是個議題 如果你還要跟別人解釋 他覺得你根本就是多餘的 對他們來講 我覺得我很高興在我有生之年 可以看得到新的時代 他們這樣的經驗 對台灣的年輕世代來說 同志已不再是禁忌話題 不過同志社群間卻也流傳著 同志出櫃就換父母入櫃的說法 反映同志議題在家庭仍適到跨不過的門檻 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也有幸福的未來 跟很多爸媽一樣 我們最在意的就是 孩子的未來跟孩子的幸福 同志父母愛心協會的志工郭媽媽 也曾是王曾祐課堂上的講者 他的小孩早在國中就出櫃 全家支持 十多年來郭媽媽以自身的經歷 鼓勵超過五百位所謂的貴父母 盡早接受小孩的現象 我通常最有效的一句話就是 你的小孩需要你的幫助 可是第二句就是告訴他說 可能不是你想像的幫助 因為爸媽常常想說我要做什麼把他變回來 爸媽應該要知道每一個同志的孩子都是很辛苦在成長的 很辛苦在摸索因為當他發現這些事的時候 他都是一個人在面對 哪怕說幸運如我 我的小孩子十五歲就出櫃 可是從小一到他十五歲也是一段很漫長的時間 沒有我們的陪伴 郭媽媽心疼小孩獨自壓抑很痛苦 因此當初她和先生很快就接受了小孩出櫃的事實 希望家庭的支持成為小孩面對往後人生的後盾 如今郭媽媽的小孩已經超過三十歲了 讓小孩做自己是她給所有父母的忠告 我們並沒有要去做任何的鑑定 也不去做任何的揣測說 我看你這個樣子你就是怎樣怎樣 這也是錯的 讓他自己去發展出他能夠接受他自己的樣子 因為很多人她的困難跟她的痛苦 是她不接受她自己的性向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郭媽媽處之泰然的淡定 在法國這個女同志家庭也感受得到 這個家裡有兩個媽媽 米諾和希莉爾相伴長達三十年 一同撫養的女兒布耶宏今年三十歲 從不覺得有兩個媽媽這件事 對老師 同學或朋友難以啟齒 也不曾因此受到歧視 對她來說 雙親對性向坦然 不掩飾的態度是最關鍵的身教 這並不關鍵他們的性格 或是他們的性格 如果是一男人 二男人 女人 因為有很多家庭製作 這並不阻止孩子們非常好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教育 我們教育孩子 而不是誰教育 有問必答是這兩個法國同志媽媽的教育原則 相較之下 台灣紀錄片導演黃慧珍也有個同志媽媽 但是成長過程中母女彼此心照不宣 十一歲時黃慧珍偶然聽到親戚耳語 從此同志兩字成了她內心糾結多年的困惑 我到後來比較大了才理解就是 其實造成我要花這麼長一段時間 可能十幾年那麼樣掙扎跟痛苦的原因 都不在於我媽媽是個同志 而是因為外面這些事情在告訴我 她是不對的 那你有這樣子一個媽媽 好像你也是不正常的這樣子 黃慧珍直到二十歲 開始透過影像紀錄 跟拍母親十八年 才真正了解母親的世界 找到母女對話的方式 如今自己也為人母 五歲女兒問起 阿嬤是男生還是女生 她不會避而不談 從我自己的成長經驗學到一件事就是 面對小孩子的問題 你就是都要回答她 但是回答她不是直接告訴她一個答案 你讓她去思考 我就問她說 那你覺得阿嬤是男生還是女生 她就說阿嬤都不穿偏愛衣服 所以她是男生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可是你看阿嬤的身體 她的身體跟媽媽一樣有奶奶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對 那阿嬤可能是女生 她最近最新的結論是 她說阿嬤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她是老人 然後你就發現我覺得就是 她其實有自己一套認識 這個世界的方法 家庭 學校和社會 建構起下一代的世界 花蓮的國小導師洪菊瑩 帶學生閱讀英國同志作家 王爾德的繪本 融入同志議題 她發現她的學生 已經會從人權的角度來討論同志 後來我們就提到有一些 現在還就是說同性戀其實是 有一些國家是不見容的 就是甚至還會有死刑 然後我的學生就問我說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態度是跟 過去是差很多 以前是不能提或者說 不能講這件事 可是現在的孩子會說 為什麼他們有什麼不對 是學生反而會這樣來告訴你 好 也有國小老師結合多媒體 和運動主題 向體育班學生介紹台灣首位 女性職棒裁判劉伯君的行路歷程 從中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故事中為什麼認為 女生跑得慢 出局很正常 一開始的時候 來 因為看女生比較僵修 所以感覺她很弱 比如說我們的刻板印象 女生跑得慢 女生沒有體力 女生一定輸於男生 可是他們班完全沒有 他們班可以馬上就是顛覆 那個刻板印象 低中年級小朋友 他們的那個性別意識 比較沒有那麼強 所以有時候小朋友 會開玩笑說 男生喜歡男生 或女生喜歡女生 那我們也會請老師 適當的做一個 比如說機會教育 或者適當做一個澄清 台灣從2004年起 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 各級學校在課程 融入性貧教育 外加每學期 4小時相關活動 性貧教育的主題 除了統治議題 還包括性教育 人際互動 身體自主權 防止霸凌 家暴 性騷擾 性侵害等內容廣泛 目的要讓學生 認識多元的真實社會 尊重差異 消除歧視 不過當中的 同治教育和性教育 12多年來一直存在著 內容是否嗜切 或視靈的爭議 隨著社會進來 熱議同婚平權 也使得性貧教育 被錯誤的展化成 只剩下同治和性 不讓性貧教育 追求校園 就有家長團體質疑 國中綜合活動和高中 公民與社會等科目的教科書 添入性別光譜理論 有別傳統的男女二分法 以生理性別 性別氣質 性別認同 性取向等細項 來分析性別 介紹跨性別和變性手術 會造成未成年學生性別混淆 我們生來性別 男生就是男生 女生教練女生 說這個官補是可以移動的 性別是可以移動的 這個不符合我們教育的目的 我們應該教導孩子的就是說 他喜歡自己 接納自己 而不是告訴他說 哇 你可以這樣變來變去的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變得很嚴重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 什麼多元性別的觀念 這樣子的一個思想上的一種革命 它本來是一個社會運動 後來進入到我們的教育系統 現在開始改變 我們孩子對性別的想法 那這個東西都是我們覺得 就是說家長們對孩子的教育 我們覺得這一定 我們是絕對就是反對的 拒絕性貧 殘害我的下一代 拒絕性貧 殘害我的下一代 救救我們下一代 救救我們下一代 目前各級學校根據一綱多本政策 有權自選出版社的課本或自編教材 教不教 教多少 怎麼教 老師以專業來把關 像我們學校教材 我們是建築三年 不會細項到整個用光譜來解釋它 但他知道有這個概念 然後他知道要尊重不同特質的人 跟老師怎麼教跟老師認識的東西 他要比學生更多 但是不是全部都教出來 我覺得那是老師的專業 他要去思考的地方 等我們開始跟朋友交往 異性朋友 同性朋友不管 當我們開始喜歡對方的時候 有可能我們就會有一些 衝動的行為就會出現 同時老師也以全年級或小團體 等不同的上課形式 設計不同深度的教學內容 兼顧不同學生對性品教育的需求 所以通常我們上完課也會跟孩子說 我們如果你覺得想進一步了解 我們可能會有相關的活動 或是小團體 那你可以來參加 對 那如果你有不舒服的 你可能私下要跟老師講 這樣老師才能夠調整 很多時候需要的就是那個對話跟討論 比如說你可以問問高中生 那你們對於異性戀霸權這五個字 不是只是叫你打勾說 這個就叫做霸權不是 而是我們來討論一下 什麼叫做異性戀霸權 生活裡面有哪一些現象 你覺得其實是可以跟 所謂的霸權做連結 它對我們的孩子 對這個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是需要一些教學方法上的討論 聚同志教育進入校園 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精管老師在教育第一線拿捏尺度 部分家長卻還是無法放心 訴求參與性評教材的小查 台灣在一些比較激進的內容上面 事實上父母的教育參與權是全部被越過的 不論是教科書教材或者是輔助教材 這些東西都已經有很多人提出意義了 孩子是屬於家長的 所以他在未成年以前 他的監護人就是家長 家長有權利保護他的孩子 決定他的孩子要接受什麼樣的教育 專家學者是接受家長的委託 家長主動關切小孩的學校教育 老師都表樂見 不過老師也呼籲家長調整形態 如果堅持只有家長才能決定下一代的一切 無助達成親師生三年之念 我們當然非常歡迎家長可以參與教育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家長他自己 本身沒有這個部分的專業 只是想說 你就是不要教 什麼都不要談 那我們要怎麼去談 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裡面 很多大人甚至家長 都會把孩子當作就是自己的財產 然後孩子長得好不好 都是自己的責任 那個界線完全劃分不清楚 所有的家庭教育或社會教育或學校教育 其實無非都是希望幫助孩子來思考 他到底是誰 他將來可以成為誰 而不是說我要你是誰 我要你成為我心目當中的那個誰 信憑教育爭議不只發生在台灣 性別開放的美國舊金山也同樣上演 巴羅愛托一所中學的公廳會上 家長針對性教育的教材踴躍發言 每個人都是出於保護小孩 卻出現截然不同的立場 對性教育的教育 我全都要求教育的教育 但他們必須要做到正確的時間 尊敬每個孩子的授養 不管是一個學校教育的教育 教育的教育 12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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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這個教育節也沒有應該餓 contest了 風格布教育的教育 我在家的教育 在各地О部人理念 今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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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遠 我煽了這是不會ầu隻 Una人ため minor 肝朋友為 which 教育 歉 加州去年頒布健康青年法案 要求所有公立學校 提供完整不偏頗的性教育課程 舊金山一間教材機構 Health Connected 編寫新版教材 詳細介紹性行為 LGBT等性傾向 和性別認知 卻引發不少家長反彈 抗議教材設計 以故事情節鋪陳個案 著重討論 誘導小孩模仿常識 遠超過了單純的資訊告知 現在這個教材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除了資訊讓小孩知道 有這樣不同的人之外 還有就是比較令人擔心的就是 似乎他們是在灌輸一種觀念 也就是說你去試試看 你不試怎麼知道你不試呢 你試了之後搞不好你就是了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在我們小孩年齡段 這麼小的一個階段 只是十一二歲的孩子 你就要他們去做這樣的一種判斷 我覺得常常很多時候會造成他們的一種錯亂 First of all the research doesn't show that exposing kids to information about sexual orientation or gender identity is going to make them want to experiment with a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 or gender identity than how they identify but for those students who 甚至於問他們的性格已經有所謂的認識 或是或是問他們的性格的認識 或是問他們的性格的認識 教材虽然合乎加州新法规范 学校是否继续采用 公厅会后有待决定 加州教育法规定 学校授课前必须通知家长 家长可以审视教材 也有权拒绝子女接受性教育 跳过不上为有疑虑的家长 暂时提供解靠的选择 无论东方或西方 尽管社会逐渐走向多元接纳 歧视偏见依旧存在 我们要为下一代建构什么样的社会 值得生死 很多的家长都希望 自己的小孩子活在一个真空无菌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无法阻止小孩子去探索这个世界 你能够做的其实是尽早地准备他们 能够去思考 跟了解 我觉得性别就是这样的一个议题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规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